羽毛 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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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夥伴大家好 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要用比較快的方式 跟大家介紹去年 我們審 以及今年度我們在指標上面的 這個調整跟整個新年度的申請作業程序上面 的一些新的這個注意事項 來跟大家一一的這個深度 首先是我們在102年度的這個部分 一共有48家的申請單位 那東區跟里島各有一家 那北區中區南區大概大致上 那有27家是優等機構 以及21家家政機構來提出申請 在日拓部分的總申請人數是860人 到載的部分是251人 那佔機構服務的服務對象的人口群 大概是佔了68.2% 佔了68.2% 那在這個輔助對象使用服務的概況分析上面 我們會看到48家機構的日拓到宅的 這個跟時段平均的年齡跟去年來相較 那日拓服務的平均年齡大概是4.2歲 那比到宅服務3.3歲稍微高一點 那學前轉嫌以一班進入一班幼兒園所的這個部分 高於進入特殊的環境 那幼小轉嫌的部分則是以特教班的這個部分高於資源班跟不容工 目前我們在去年度申請的對象 那在補助對象的家庭需求特質的這個部分的分析 在日拓的這個部分 以政府列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為第一個順位 那父母非本國籍為第二個順位 父母領友生意障礙手冊為第三個順位 對 道宅部分大致是相同的 好 大致是相同 所以我們去年有稍微增加對這個部分的統計分析 就是有關於申請道宅實用的這個呈現 那我們在平和成績上面 我們會看到大體上 我們看到日拓的平均分數是86.5分 道宅的平均分數是85.7分 跟去年度相較在分數上面是都有提升 我們會看到各位各個機構的努力 我們會分數上面的得福 那在高雲 因為我們去年開始有所謂的加增輔助 那91分以上的這個加速 我們在102年跟101年 熬了兩家 但是呢在80到85分這個急劇呢 有增加了三家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有在檢討 就是 我們有在檢討到底影響的因素是什麼 那也有這樣的一個看見 好像如果可以增加我們的平和委員 跟我們執行單位之間對話的機會的話 好像大家的這個狀況 會比較稍微又更好一些 所以這個部分是 我們也在就是做思考的 也在做思考的部分 那另外在品質改善建議的部分 會看到家庭服務以及組織發展的這個部分 主要還是在品質改善建議要加強的項目 那兒童療育成效跟執行建議的事項 仍然是著重在服務計畫的整合 以及納入多元性的觀點的這個部分 委員會比較建議 未來要朝向這個部分的調整跟改善 那在品質改善建議在兒童層面的這個部分 轉嫌的這個部分的落實跟完整 其實是一個相當被看重的一件事情 那最主要在IFSP 以及在評估的結果的整合運用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 達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IFSP在擬定多元 而且涵蓋跨專業的這個觀點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把這個專業的意見 都納在我們的思考當中 這個是在平和的部分 希望再往這個方向再更提升 那另外也希望我們所有執行單位 可以加強跟合作單位之間的雙向交流 以及主動的這個回饋 那在品質改善建議有關於家庭層面的這個部分 在ISP的這個家庭需求的評估 委員會建議應該更多元 就涵蓋的項目應該要更多廣一點 包括經濟的支持資訊的協助教養照顧人力等等的需求 然後整體的分析 我們目前會看到我們好多單位 會各個層面會做 但是整體的那個統整 大家比較沒有還沒有辦法完全達成 那第二個就是在加強社區推展模式的這個部分 要依據當地的資源特色發展出多元的家庭介入模式 那我們仍然會看到比較多的單位 還是以孩子本身為主要的重點 就是還是以這個 就是對家庭支持的這一塊 大家相對來講是顯得比較薄弱的 那在落實評估結果的運用者的部分 也會希望可以未來朝向加強家庭服務的這個深度 所以對如何將家庭的這個深度 會變成我們在研討的時候的一些重點 那在這個品質改善建議委員提出來 在組織層面的這個部分 就會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服務年資 跟在職教育訓練之間的這樣子的關聯 就是我們會看到我們在慢慢在我們的機構 也有一些比較資深 有一些比較資淺 那在他們在職教育訓練的安排上面 應該要能夠反映實際的需要 那另外呢 委員在這個部分在組織層面也非常的強調 這個重視組織對於專業人力的投資 就是我們的組織能不能願意把相關的資源 再放在精進我們的這個專業服務的這個深度上 然後經費的運用以穩定本質的服務為基礎 再求創新的開發 因為我們也會看到有一些單位 他會很強調這個創新服務方案的發展 但原來的基本功沒有像以往一樣 因為委員會去比較 因為我們在這個平和的過程以後 有些委員他是銜接了幾年看幾個機構 那他有些社會方也會看到說 有時候我們太過強調創新服務的發展的時候 原來的本業的服務就沒有那麼專注了 就是專注力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委員會提醒大家 就是在組織這個層面來看 不要光只考量追求創新服務 要先穩住自己基礎建設 那在這個我們也有很多的單位 他同時其實不是單純只做早期療育服務 他其實可能做了全生涯的服務 所以希望可以離心組織對於早期療育服務 發展的這樣的一個定位 就是在我們的機構內部 自己在整個服務的分析 這個部分能夠把我們的服務資源的投入 人力的投入 產出的成效 我們能夠針對不同生涯階段 來進行這個整體的分析 以幫忙我們的機構看到 我們自己現在還有可以精進 往哪一個方向再提升 那我們也收集了各個受補助單位的回饋 所以我們看到大家在過去一年來 也給基金會跟我們有一些些的這個勉勵 包括這個基金會補助跟支援的資源 對我們的機構來講 都是一件非常有幫忙的事情 那我們也看到大家的迫切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補助單位 給我們回饋 希望要有具體的指導 對於比較低分的項目 能夠有一些範例 或者有一些這個質疑 看看應該要可以怎麼樣來做 會更有幫助 所以這個也在我們的這個 新年度的專家顧問小組會議裡面 其實也做了一些討論 那另外也有我們的補助單位 受補助單位提到說指標的修改不要太大 那對於機構的學習可能會比較更有幫忙一點 那我們今天也跟大家講 今年有調整 還是有調整 但是微調 那微調的部分主要都是回應我們過去 我們在補助單位提出來的一些建議 怎麼樣比較精準的看成效 避免這個評分者的這個中間的這個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為了做這件事情 在這個審查小組 就是我們在平和顧問的這個會議的時候 一個項目的這個調動 待會兒會跟大家來說明 那另外也有單位提到這個補助標準 可不可以跟政府相關的規定一致 那這個部分就是 可能還是要回到基金會它的政策目標上來看 它其實不是替代政府的補助 它是補充政府補助的補助 所以它會有它目前它希望的這個補助的比例 所以這個是初步針對這個補助單位的回饋 來跟大家做一些報告 接下來大家可能比較關心的其實是新的年度 103年 103年的申請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 請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我們的這個手冊資料裡面 它有我們的這個新的這個辦法跟指標 所以在於新年度的這個補助項目跟平和的說明上 首先跟大家再一次提醒 我們的簡單講 我們的這一個補助針對的對象 它很清楚的針對有受到政府評鑑 評鑑結果為優等或假等的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早療機構基金會以及協會 所以社團法人恩基金會也可以接受補助的 只要它有這個主管機關的這個平和的這個結果 也可以提出來的 好 另外呢我們在補助對象上面 再一次跟大家講 日間托育指的是社友0到6歲嬰幼兒日間托育 不含半日托 不含半日 跟24小時全日服務的小孩 好單純就是日間服務的部分 然後經過最近一次評鑑結果 為優等假等的各縣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大家都知道今年在做機構評鑑 那4到6月的評晚了 當然還沒有公告 所以原則上我們還是看離現在最近一次的結果 所以大家在表上填了 如果我們今年的 因為我知道今年會分段公告 如果萬一我們在申請階段內已經公告 因為現在還沒公告嘛 如果萬一在申請階段內以及公告 就用已經公告的新的這個為最近一次的結果 那如果還沒有公告 我們就是用最近一次的這個評和結果來看 那在盜載療育的這個部分指的是 設有0到6歲嬰幼兒盜載療育的早期療育服務項目 那也是經過這個政府評鑑結果列為優等假等的機構 基金會以及協會 而且呢我們這個對象呢 他沒有接受社家署或縣市 以及王瞻樣委託的據點服務的對象 也就是說他的補助對象一個原則就是不重點 如果我們已經拿到社家署的補助 縣市政府的補助以及王瞻樣有另外委託找了據點的這個小朋友 我們在這裡是不再計算的 是不再計算的 今年的這個申請這個作業的時間呢 我眼睛看不見我的資料我要看這個 好 一樣還是由基金會來公告我們的這個辦法 申請辦法 然後呢要麻煩大家依照副表 依照副表 我們今年的副表 有做了一點點的修正 有一點點修正 所以待會可以來看一下 那這個副表填完了以後呢 希望大家在7月18號以前 7月18號以前 我們油搓為平 寄到自種 寄到自種來 預期就視為放棄 所以請大家把握時間 7月18號以前 把副表填妥 那副表1到副表5 以及副件1的電子檔 請大家用電子檔的方式 寄到指定信箱 寄到指定信箱 自種有一個為了這個 早聊的這個計劃的專用信箱 就是請大家寄到這個指定信箱 然後另外也寄給基金會 那如果電子檔沒有傳送的 我們視為沒有收到完整的申請文件 所以請大家務必要確認 所以最好的方式 你寄出來以後 請你在信箱上勾讀取回條 如果我們有收到回條 就自動會寄給你 你就確定我們有看到了 這樣子 了解嗎 就麻煩請大家記得 這個就是我們本來有想 今年要不要直接就用Google表格 那後來還是想說有些單位 可能還不是那麼熟練 所以我們今年就是先用專用信箱 用統一的電子檔 那請大家把這個電子檔寄到 這種專用信箱來處理 好第三個部分是有關於 我們申請補助的單位 要逐一填寫相關的副表內容 以及準備書面平和的資料 如果有資料填達或準備不全的這個部分 也會不予積分 也會不予積分 那另外呢 請大家一定要填清楚 填清楚這個人數 補助的人數 然後如果有不時申報的話 基金會會終止三年的升級 所以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所以剛剛我有提到 在宰的部分到宰的部分 我們其實是有一些排除 對不對 我們有一些排除 那這個是申請的這個部分 接下來是有關平和的部分 平和的部分 我們今年還是會邀請專家 學者組成的這個專家小組 來進行平和 進行平和 那會以書面 還是以書面平和為準 然後仍然還是要抽個案 但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因為個資法的問題 所以請大家在今年 送案申請的時候 請大家要填那個 就幫我們 要跟家長索取那個 統一書 就是個人資料審閱的統一書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提供在這個 副表五裡面 所以要五份 五個人 要五份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呢 今年在書面平和之外 仍然會有實地訪評 今年的實地訪評 是必須補助 所以這個部分 就麻煩大家在填資料的時候 可能要先幫忙檢視清楚 那另外呢 達到七十分 如果你同時有申請這個日託 以及這個道載的部分 這兩項同時都要達到七十分以上 就是分別都要達到七十分 才會符合不住 才會符合不住 那另外呢 在實地跟書面平和完畢以後呢 委員的建議 也會再給各個單位來做參考 來做參考 那我們每一年也會把上一個年度 大家的意見的這個執行的這個改善 作為這個審查時候的一個 考量的標準之一 考慮的標準之一 好 在補助標準的這個部分呢 請大家注意一下一件事情 就是個案的這個部分 必須要在97年8月31號以後出生 就是符合資格的對象 第一個你就先看他的出生年月日 是不是符合97年8月31號以後出生的 好 那如果是經過了平和合余補助的時候呢 日拖的這個部分每一個人呢 是用三萬塊計算 好 那倒載的部分每一個人是用七千塊錢計算 好 那日間拖育的這個部分的要求是 在102年9月1號 一直到103年8月31號的這個期間內 日拖的服務要滿六個月 日拖的服務要滿六個月 要滿六個月 那記得不含半日拖跟24小時的照顧的對象 那在療癒的這個部分呢 要在102年9月1號到103年8月31號這個區間內 倒載服務提供要滿三個月 而且呢平均每週呢至少有一個小時以上的療癒提供 在機構的部分 如果視為這個協會或基金會提供的服務呢 同樣的在這個區間內 倒載服務時間要滿三個月 然後每月至少要提供兩個小時以上的療癒時數 才合余補助 才合余補助 所以這個部分請大家也要特別注意 在加發補助金的標準上面 平和分數在91分以上的單位 會依照補助的金額再加發20% 分數在86到90分的單位 會依補助金額加發15% 那80到85的呢 會依補助金額再加發10% 記得補助金額的總款項的20% 要用在增加單位的早療專業能量 在專業人力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組織 因為對應剛剛我們的報告 我們會希望組織會願意把資源放在我們的專業人員身上 所以我們在這邊有一個項目就是希望20%可以用在我們的這個工作夥伴 好我們接下來來看副表 所以請大家可以對照我們在那個平和辦法裡面的副表1 A1的這個部分的申請表 A1的這個申請表 好 剛好像有漏掉一張 好對 就是補助款的撥付一年是以一次為原則 平和完由基金會直接撥付 然後撥款前兩週會通知給各位 那這個都大概如果有經驗的話都已經了解 好我們來看副表1 副表1的這個申請資格欄中 請以最近一次評鑑結果會委託的這個平和的成果為主要填寫的依據 好那如果你在這一段時間最近你有兩項以上的不同評鑑的話 那你要以組織的性質為主要的評鑑項目的結果 這是講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一些單位是機構評鑑 但又有承接方案委託 方案也會評鑑 好那我們會希望你要以你組織性格 如果你是機構的話 那就是以機構評鑑為主 好那在機構服務的情形當中 大家看一下機構服務的情形 這邊有特別幫大家標出來 102年9月1號到103年8月31號的區間 第一個要填的是總人數 所以你的服務呢 如果有涵蓋成年人的部分也要涵算進來 第一個資料是所有總體的人數 第二個資料要填的是97年8月31號以後出生的 這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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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的人數 那包括這個他的平均年齡 就是在我們機構裡面服務的這一個區間內的朋友 他的平均年齡等等 所以請大家依照實際的這個狀況來調寫 填寫好那這個是有黑體制的部分是 就是今年做的一點修正 那因為過去我們幾乎每一年大家都還要再打電話來問 就是那個欄位要填什麼 然後人數即便我們說明了還是有很多這個人數 就是沒填對好 那我們都還要再 double check 再勾合 那這樣子反反覆會會增加大家的行政 那所以今年我們就把這件事情講得再清楚一點 那在副表2的部分大家看A2日間托育符合補助資格 個案名測 一個先看就是個案要在97年8月31號以後出生 而且在102年9月1號到103年8月31號這個區間內 會持續被服務滿6個月 會滿6個月 那特別在這個最後的一個欄位 就是後面有一個為特殊家庭個案 為特殊家庭個案的這個部分 底下有幾個選項 請大家要幫忙做註記 要幫忙做註記 那另外再看到副表3 副表3的這個部分是到載療癒符合的 這個補助資格的名測 這邊就要請單位自己要確認 如果你是機構的話 那你的這個服務期間內要滿3個月 連續服務達到3個月以上 而且每一周至少有一個小時的療癒提供 如果你是協會性質或基金會性質的單位 提出申請的話 你在這個部分每周要達到兩個小時的療癒 時數的這個提供 才為我們這個符合補助資格的名測 那在這邊要請大家要協助填寫的是 有關於這個使用到載療癒服務的原因 有幾個選項 有幾個選項 如果各位勾了其他的話 麻煩請大家幫忙做一下註記 幫忙做一下註記 幫忙做一下註記 大家要在這個那個欄位 帳別程度的欄位裡面 要把他的證明上面所有他有寫出來的編碼 各項編碼都請大家幫忙列上 好 好 那請大家幫忙列上 好 在A5的部分就是剛剛提到就是我們 我們評科委員會需要審視個人資料的這個部分 要有五份的個別化的服務計畫跟執行的結果 資料公餐 所以要麻煩請大家填 就是請大家要回填這個部分 好 回填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也希望你要讓個案知道有這麼一件事情 然後你的組織會跟個案一起去就是 就是你會旅行這個部分 我們也要來旅行過自種跟網站上經濟會 我們要共同旅行這個部分的這個義務 保密的這個義務 那另外呢有新增一個副表 新增一個副表是在副表6 有關於早疗人力運用的這個會整表 那在副表上面現在目前有填一個範例 有一個範例在這裡 那他主要的這個目的是要看到我們的師生比 我們的師生比的比例 以及我們在稻載服務的這個服務項上 這個個案本身到底有多少的這個相關專業資源的投入 所以副表6的目的是這樣子 所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副表7的部分是有關於這個 也是一個新增的就是早疗資能在職進修的這個會總表 那個會整表 那也是要回應就是我們在人力專業能量提升的這件事情上面 各個機構各個基金會跟協會所做的努力 所以這個部分會麻煩請大家 要新增的表單要記得要填也要填寫 那在評分表的這個部分 評分表的這個部分 請大家看到B1開始是這一次的評分工具 評分工具 那其實在大象次上面都沒有調整 大象上面都是一致的 跟上一次是一樣 但是在人力運用上面一樣 就是稻宅跟日拖會切開來看 會分別來看 那分別要達到 就是分別要達成 那另外在早疗人力運用的第二個部分 在專業資能提升的這個部分 就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在配分上面有一個調整 就是加上了能依專業人員的年資跟工作屬性規劃培訓的內容 能夠依照這個人力的這個實際上的專業需求 來規劃它的這個在此培訓 那所以這個部分減負的資料就會參看新表的副表期 那在早疗社區服務推展這個部分沒有異動 沒有異動 然後接下來請大家再看到 個別化服務計畫 個別化服務計畫裡面 一個也是日拖到財的部分會分開來看 那在日拖的部分呢 有修正的部分在第二點 就是留存服務使用者相關需求評估紀錄 包含評估工具結果以及建議 那在倒載的部分有做了一些調整 做了一些調整 調整的地方在哪裡 在第一項 依據單位服務設計 跟使用者的需求結合必要的這個相關專業人員 進行多元評估 之前大家在對什麼樣叫多元 那到底要怎麼樣才叫多元 大家的共識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這邊就跟大家再提醒 回應大家回饋的資料 就是依據單位服務的設計 你的服務設計是如何 你的使用者的需要來結合必要的能力 另外也是留存服務的這個紀錄 要包含評估工具結果跟建議的這個部分 其他沒有修正 在個別化服務計畫 在服務執行與評量的這個部分 做了一些小的更動 就是是把過去我們覺得 大家覺得比較不清楚的部分 再把它更明確的範定 第一個就是服務計畫要涵蓋兒童跟家庭服務 而且有家長參與 並將家長資能指導 融在家庭服務成果當中 第二個是有依據服務計畫設計 合適的課程跟活動 在第四點的部分 有具體執行服務計畫 並有明確的實施期程 第五點 有定期評量服務計畫的執行成效 並有依評量結果 調整療癒目標或介入策略 也就是說在這邊的整個條動 主要是回應到實務上面 我們希望具體 大家具體做到的事情 那在日拓轉嫌服務 跟到宅轉嫌服務的這個部分 是有做比較大的調整 在到宅轉嫌服務的這個部分 做了一個調整 主要是我們看到到宅 它可能不會是我們這個單位 主要為它的轉嫌責任單位 但我們有義務要提供 我們知道的相關資訊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指標平衡的內容 調整修正為 第一點是主動連結擬安置場所 並協助提供轉介服務 轉介服務目標要納入個別化服務計畫 第二個是協助轉嫌 協助提供轉嫌所需要的相關資訊 而且留有紀錄 第三個完成轉嫌安置以後 至少有進行一次的追蹤訪問 這是在到宅的這個部分 在日坡的部分 我們就比較有可能是主要的主責單位 轉嫌的這個主責單位 所以在這個部分 就會希望要確認安置兩週以後 要完成教育部通報網的登錄 另外是有依據使用者的需求 訂定合適的轉嫌服務目標 這個是比修正去年的這個部分 讓它可以更符合大家實際上在執行的項目 接下來在專業合作的這個部分沒有修正 沒有修正 在早期療育服務成效的這個部分 在家庭服務成效 因為過去大家在家庭服務成效上面 會覺得比較難掌握 所以在家庭服務成效的這個部分 有兩個 第一點裡面有兩個小項是新增處理的 那一個就是日坡應該要提供家庭完整的服務計畫 第二個是到宅應著重親子互動設計 以及指導家長相關的療癒活動 就是希望大家就這兩個項目 能夠在報告的時候有所呈現 接下來的這個B7跟B8的部分 沒有任何的修正 那B9也是 然後大家看一下加分的那個 加分的那個項目 加分的那個項目裡面有做過一點點的修正 就是現在保留五個項目 保留五個項目 五個項目裡面包括投入創新新或生化服務方案 或引進國外早期療育先進做法 並檢視本土化的應用成效 發展出可支推廣的服務模式 這個部分有兩分 與區域資源主動展開合作 促進單位間的經驗分享交流 並發展出可支推廣的合作模式跟成效 這一項也是兩分 第三個是逐年提升0到3歲的服務人數 或整體性針對降低療育年齡目標 有所檢討改善且有具體成效 這有兩分 第四個是針對前一年本基金會挑選 整體平均分數得分較低的平和項目 所安排的觀摩研習研討專題 單位有針對GEO單位分享的內容 有具體進行回應改善 或有派員參加教育訓練 然後增加 針對參加人員對現況的建議 這個部分如果有對單位實質發生產生效益 都可以被列為考量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各位出來接受新的資訊 回去給機構的建議 機構要有所回應各位的貢獻 那這個部分是會希望可以列進來評和 那另外就是列進來加分 那另外就是 倒載療育幼童整體服務的總時數或人數 比前一年度有增加的 那它也會似為是一個加分的項目 以上是在評分的這個表現工具上面的一些調整 那另外要跟大家再特別的這個 拜託的一件事情 主要是配合幫忙自總解決一些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空間也很有限 那大家每次來的資料都好大一箱 然後箱子都越來越大 有些就要搬也很難搬要放也很難放 要提供給委員參與的時候也有困難 所以我們今年想拜託大家一個 除非你自己是自己送來自己來領回去的單位 其他的單位我們建議你統一用郵局的那個箱子 統一用郵局最大的那一口箱子的大小 應該就構裝各位的資料 每個單位以一箱為原則 這個是真的要拜託大家 就是每個單位以一箱為原則 所以我們的資料 稍微大家就是把可以表達你的這個服務的這個部分 就是做了一些處理 那幫大家就是用 統一用郵局的那個箱子 那我們在整理上面 那將來我們再回寄給各位的時候 也會比較容易可以快速的來進 就是要拜託 要拜託大家幫忙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 我看我同仁在看我一定要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剛在車上就一直提醒我說 箱子箱子箱子 什麼東西這件事情一定要講 我說好好我一定講 就是要請大家幫忙 就是我們除非你是自己送來自己來領回去的單位 否則的話我們建議你用郵局的那個箱子 好最大 應該就夠裝 就夠裝各位的資料 那我們過去的經驗是這樣子 我覺得基本上我們都是優夾燈的機構 其實我們都有一定的這個 其實都有一定的執行的這個水平 所以我覺得比較大的就是比較 我覺得這個平和對這種來講 為什麼我們要長期跟基金會一起合作 我們會看到那個品質的追求 其實是就是越來就是無止境的一條路 好我們好了要再更好 要了好了要再更好 那大家怎麼樣能夠把大家的智慧 就是把大家的這個經驗智慧 有機會做一個整理 因為我知道我也在前線機構服務過 所以我們很常的時候淹沒在平常日常的工作當中 然後你沒有整理分析 可是你沒整理分析的時候 你的能量累積不上去 所以我們其實是希望提供一個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是促使我們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整理 而且這樣的整理是希望回到我們自己 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們想要看到什麼樣子 我們怎麼樣對外面來告訴外面的這個單位說 我其實是做了哪些努力 我達到了什麼樣子的效果 所以我們也很謝謝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單位願意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工作 那我們也謝謝我們所有的這個專家 顧問小組的老師們 他們其實真的很辛苦 因為每個人的比 每個人的這個每個單位的這個表格的邏輯 未必相同 我們的老師得先進到各位的邏輯 在這個指標下進到各位的邏輯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對老師們來講 我常常也覺得他們我很不忍心 因為他們看起來就非常的投入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也一直在想說 如果剛剛那個副署長講的那件事情可以行的話 我覺得那倒是真的是很好的 就是說如果他的如果系統在建制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東西可以合併就是思考進去了 大家在做系統的時候一次就解決了 那將來要直接在系統上撈 有些東西也就不用再這個 那這個其實是我自己的一點點想法 所以謝謝大家給我今天的時間 再跟大家做一次說明 真的很感謝大家 其實我要代表所有的家長 謝謝我們前線夥伴的努力 因為沒有大家的努力 所以我們孩子的基礎沒有辦法好好的發展 我們基礎沒有辦法好好發展 我們後來的社會家庭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所以我們其實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我們找兩個夥伴 站在生涯的第一線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是最扎根的事情 如果這裡跟渣熱夠好 家庭有得到他內在的力量的話 將來我們其實很多時候他自己可以解決問題 我們不需要花那麼多的人 花那麼多的專業 在後面還要再協助太多 真的是會這樣子看見 所以也謝謝大家 謝謝 我想請教一下就是 那個機構服務的情形 那個統計的時間 就是102年的9月1號到103年的8月11號 可是像我們資料要統計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概最清楚的就只能到6月底 那7月8月其實它是一個未來數 所以只要是蓋估嗎 尤其是像我們做時段性服務 其實它每個月都會有一些異動 事實上機構在做統計的時候也是每月 比如說月初的時候統計到上個月月底 所以我在想說有沒有可能那個時間可以做更動 比如說從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6月 那像那個有關於那個補助隊 像那個服務時間也是一樣 比如說如果我有一個到宅療癒的孩子 其實去年它可能是去年的 因為我們去年的補助也是前一年的9月到8月31 那它有可能是去年的也許是7月禁案的 那到可能到102年的時候 它剛好滿了4個月 比如說102年的10月份的時候 它就結束了 那在這個時候去年它又不符合滿3個月 那今年它也不符合滿3個月 其實像這樣的案例 好像就會就是會遺漏掉這樣子 所以那個補助的期限 是不是有可能做一個異動 謝謝 調整永遠有這樣的個案 永遠會有這樣的個案 所以原則上呢 我們還是希望 找了要服務的提供 你應該要有一定的穩定性 要有一定的穩定性 你時間區間不管你怎麼樣調整 你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已經從第一年到現在 然後每一年呢 委員也都有再思考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看法就是 你不管時間怎麼樣調 區間怎麼樣調整 你總是會有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但它就不符合我們原來的精神 我們原來的精神 就希望你早期療癒的服務的提供 要有一定的穩定性 對這個孩子的效益 對這個家庭的效益 才能夠看得見 可以請教一下委員 針對那個指標裡面的家庭服務成果 第一項 剛剛那個秘書長有提到的 第一個的黑字 就是日拖英提供家庭完整的服務計畫 可不可以再詳細為我們說明一下 另外再有一份計畫呢 還是說把那些服務的成果把它整合起來呢 所以我不大懂你的問題是什麼 那個不就是你在每個個案裡面的這個服務計畫裡面 就會把針對他的家庭的服務的這個內容 第一個是有計畫 第二個是做了之後有紀錄 然後再來會有檢討 然後就本來這個就是會在 我們早聊個案裡面的服務的一部分 是 只要提供剛剛老師講的那個 一系列服務的紀錄就OK 我想應該比較具體的講 ISP裡面 除了孩子的成長 你家庭服務應該納在裡面 所以那個家庭服務 一個是如何利用家庭的生態條件 它環境裡面可以怎麼樣運作 即時是治療 都可以運用家庭環境裡面的哪一些條件去操作治療 在ISP裡面都要迷進去 那一樣的 ISP對孩子我們會有成效的評估 在這裡邊你也一樣會去成效評估 所以剛剛張老師在提的 那一部分都併在一起 都是在ISP裡面呈現 只是你要讓我們看到 家庭這一部分我們有沒有在做 我們很容易陷進去 即時到展或是日照 我們都很認真對小孩 我們常常忽略家長 家庭 我所謂家長 不是一定要把家長訓練成專業 我常看到我們很多機構給家長的作業單 是回去叫家長 你今天回去要推什麼 要尬什麼 要尬什麼 要怎麼練 那一部分我們不反對 可是也要衡量家長有沒有能耐 回過頭來我們要看 家庭條件裡面 家長有什麼能耐 家庭有什麼環境 可以用來幫助孩子成長 那是更重要的一個 道載或是家庭 輔助家庭處理的一個效益要看到 是這一部分 所以我知道您在問是 是不是要另外再擬一個計畫 我很怕那樣 整個ISP就包括孩子跟家庭 要整個融在一起 所以從教保 從醫療 從社福 都在ISP裡面 而不是應該七個 一個一個 甚至各位 剛剛我記得有談到轉嫌 轉嫌不是另一計畫 轉嫌也融在ISP裡面 但是我們要看到 他未來要進小一 是要進普通班 是要進特殊班 那我們如何安排 我們如何決定他的去處 如何決定他的這一些發展規劃 在前面我們整個服務內涵 有沒有這一部分的重點 其實我補充一下 您所講的是在B6這部分的家庭服務成果的第一項指標 其實在大部分的我們機構裡面的整個ISP的架構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有 有包含家庭這一塊 那這一項的指標其實是要具體的去看說 到底執行面上到底有沒有做到 那至於說他其實不需要額外去 但是他是本來就其實應該是有的一個程序跟步驟 那這邊是要落實就是說 在做家庭評估的時候 那特別其實這部分其實要提醒說 可能是在我們機構裡面的社工人員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其實有做得更好的狀況是說 我們教保人員 其實他也會牽涉到很多的家庭的一些需求評估 那這樣子兩大塊的坎拜好不好 這個整體的需求評估好不好 那還有當然接下來評估之後 還有一些家庭的處遇跟落實執行 那是在這一塊必須要做一個介入的一個部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德蘭啟治中心皮遠之 我這邊想要再跟各位委員 再詢問一下 就是第十頁的二 盜載療癒 那就是這裡有那個註明說 就是接受社會家庭署 限制政府跟基金會補助的療癒據點是不能申請嗎 那我想要再釐清一下 那個接受那個社會家庭署的補助指的是哪一些 指的是據點的補助 指的是據點的 指的是據點的 早期療癒據點的 好 謝謝 就是希望我們的協助 不是讓某一個個案 資源重複的運用 它一個用很多的 包括像我們有一些在 幼兒園 以前在托兒所有設政的 縣市政府的巡伏 在幼兒園有教育系統的巡伏 比如我們不希望那些已經享受的 這邊又去家庭 那種有一點 不是說他我們去加強沒有效果 而是我們去加強的話 這個孩子得到的效益更多 但是還有很多很缺的 完全沒有的 我們希望幫助那一環先做 再如果我們那一環都做到了 每一個人都得到了 那我們再去補足 我們再次感謝秘書長 還有三位專家學者 謝謝